在將軍路的澳南海邊有一間大宅 剛剛被銀行收了 葉子很傷心 砸了2000萬 它在2018年用6000多萬買 現在4370萬 我們進去看看 整間屋有四房 雙圖 1996呎 這裡就是花園的位置 花園就是898呎 將近900呎的室外面積 進來有一個營客燈 大理石場面 帥仔 然後這裡就是懸光位 擺位就正常這裡做一個紮身的鞋櫃 可以做到長邊 然後有一個客廳 簡單進來梳洗一下 然後走到來 就是一個無敵的大廈廳 長度就是6米8 闊度就是6米 相當寬敞 樓底就是4米5的樓底 它是接近一個中空廳的高度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很漂亮的掛飾 或者一些掛燈 或者是做一個回置型的梳化區 都超級正 外連一個平台 下面就可以種一些花花草草 我自己做 有機會會在下面做一個冰箱 因為我挺喜歡游泳的 整個闊度、長度都非常足夠 對了 你要站在那裡 哎! 整個花草是將近900斜 有這麼大的空間給小朋友 做一些室外的運動 或者做一些世藝的東西 絕對沒有問題 由這邊就看出了河景、山景和樓景 而我轉過來這裡 為什麼要轉過來這裡呢? 因為這裡很明確地告訴你 旁邊是鄰居 這裡是你家屋 這裡是一個獨棟的別墅 在香港獨棟別墅 是很值錢的 而這裡呢 因為銀行的關係 它打折給你 所以相當划算 轉進來吧 這邊就是飯廳的方向 可以放一張圓桌或者長桌 方便家人最差 因為這裡就是一個廚房 廚房我超級喜歡 除了方證之外 它有一個U型的工作桌面 是超級大的 你可以在這裡煮東西、洗東西、切東西 即是你心心兩育 或者七姑媽、八姑婆來到這裡 和你一起工作都沒什麼問題 有一個窗 可以看出自己的內圓景 樓底又高 整個主食的範圍非常好 然後它整套都是名牌家電 包括了10ZO MIRROR 還有整套的咖啡機 負責一定有的 工人套房 它是用拖門的 這個樓梯下去就是車庫 我們等待最後看 我們上去看看睡房區 這家屋唯一的缺點就是無電梯 它全部都要走樓梯 所以可以鍛鍊一下自己的身子 它的樓梯是夠闊的 還有這些場面可以掛一些畫 掛一些生活照 增添一下 不像整個八層那麼單調 沒多久已經到了第二層的睡房區 這邊就是梯間的位置 它也挺闊的 你可以做個書架 放一些書有空 不允許找到房間就出來看書 這裡就是一個小小小的睡房 一線落地玻璃窗 看出去就看回自己的圓景 OK的 絲襪也是絕對夠的 下廁是相當大 洗手盆座像淋浴區 而且它每一個廁所都是有窗的 因為它是獨立屋 所以四邊都可以開窗給你 然後這邊就是大小小的睡房 擺位就絕對很鬆動 這邊就放床頭 這邊就放衣櫃 又靠窗的位置 因為我自己就喜歡做書架 因為我不准面壁地做事 我喜歡看東西 看看這邊的海景和河景 這裡就是大一間套房 這邊就有套廁 這間套房就小一點 因為旁邊更多的空間 人家建了主人房 你看到一線落地玻璃窗 看出去就有兩個橋景 一個河景 一個海景 山景 然後還有萬家燈火的樓景 全家屋最美的景觀就一定在這邊 這邊的方向都漂亮的 東南位 這邊就是主人房 是超級大 我連一個露台 如果你說不想找到室內 你在睡房區也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室外空間 這裡絕對有 而且它的樓盤是超級大 站在這裡看著河 然後看著人 看著山 看著橋 看著車 看著樓 看著南天白雲 景觀是非常豐富的 自己的花園 很大 可以參考隔離屋 或者隔離屋 野餐區 景觀就一樓 擺位就 你碟筆都得到這麼大的睡房 正常這邊就兩個衣櫃 這邊大的位置給女主 小的位置 男主 主人浴室就是豪宅的五鍵圖 雙升盤 上面也有足夠的收入空間 鏡櫃 有一個座椅 然後就有窗 一個浪浴區 也很大 有一個按摩浴缸 整套東西就奢華實用 空間夠大 我們最後看一看天台 天台也是由梯間那邊進去 這樣就走上去 都是需要辛苦自己的腳 開開它 就來到室外的地方了 整個天台就707呎 是超級大 基本上跟下面那一層 更加長的位置就是這個天台 正面就看河 看山 看樓 看海 還有一個Jaguchi 可以自己私火的東西 享受一下按摩的樂趣 然後看著海景 超級美 那邊就藍塘海峽 然後還有一個橋景 還有一個扭景 超級棒 擺位就 隨你怎麼擺都行 後面就做一些簡單的燒烤區 或者一些室外的梳化區 就聊聊天 都足夠的空間給它創造 整間屋 現時就銀行賣本出來 車價就兩萬一 當少少 總價就四千三百八十萬 這個屋子叫Monto 就是澳南的其中一個 臨海的豪宅屋 這裡就2018年入伙 到現在七年左右 但是你看到 所有東西很新正 還有一個大型的會所 附近有海濱 商場 街市 甚至可以走到地鐵站 非常之方便 這裡你可以有一個很遊閒的海濱生活 還有一個很方便的交通 還有很豐富的景觀 價錢還抵得你不相信 下次單位你有沒有心動 歡迎留言告訴我 Bye Bye 到此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